我曾经一年半 我不接台湾的任何一个通告 为什么 我在写书 还有顺便到那个国外跟四凯一样 四凯出国他还要花钱 你知道吗 那我出国是会不花钱 人家请你去 老师下次带我好不好 我帮你 我帮你做 也可以帮我带上 那我跟你讲 我帮你做体力活 那我到日本 我到日本去上那个节目 东京的饭店 然后到新加坡 然后他给我两张机票 四凯刚刚讲的对 是老外 就是美国人是不吃这一套 但是东方人非要这一套 他说那我再给你一个助理的 那我就带我太太去 所以我太太每一次去 我们两个一定吵架 她很兴奋 然后一定弄到晚上一两点 可是他不知道 那我下了飞机就要录影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只有一个好处 就跟四凯刚刚讲的 人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时候 这个 那你出国的费用都是别人出的 那我最近出国二十几趟 没有花过一毛钱 太令人羡慕了 好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那时候是 他在等于他是去办旅游状态 你是在工作 但是你们两个会这么的如交四期 是因为你没有小孩的缘故吗 对不对 我太太不生 为什么 他们有点搞那个女权的 那个脑袋 所以他现在不看就对了 他现在不会看电视吧 你会不会有一句贵算牌 他曾经跟我讲 他说我的童年并不幸福 但是呢 他说他是不要小孩 因为他自己教书 已经教的全部都是毛小孩 所以他 太太是老师 老师他就很烦 他曾经跟我说 你到外面生 他说那你到外面生 你为什么要突然爆料这个事情 等一下 我们心脏有说 我们可以听了吗 我本来以这就别人 有花哥没有小孩 那外面现在小孩 对是大概几个 天哪你 你不要再挖洞给他跳了 好不好 他呢 他是说太太叫他去外面生 但他没有啊 帮你子去外面生 不是这样 他说你到外面生 可以把小孩带回来 我来帮你养可以 但是他要叫我妈 那叫他亲生母亲要叫阿姨 这个讲真的还假的啊 真的 他说他不能进门 他的妈妈不能进门 他说我 那我是老大 那庆宜不瞒你说 所以到底几个 一个都没有 不敢 因为 那要顾及小三人 这样讲真的吗 我做投资的 我做投资的 我不是搞抱怨 好 那像从在新加坡回来 我就想 我在电视上 我能够吃几年 那现在我又开始转型了 就是跟两位都有关的 两件事情 第一个 那我写了一本书 18万8千多只 写了四面蝶的故事 就是风声那些 好认真 现在一本书 没有人写18万字了 现在很难 现在你差不多一本书 差不多三万字 没有人要看的话 他写18万字 但是18万8千字呢 那我主要是跟他讲 发生在台湾的故事 一个四面间谍的故事 因为你要拍间谍片 跟爱情片 所以你要准备拍电影 对 电影跟连续剧 对不是为了写 所以永华哥你已经完全不想要退休了 在你字典里面没有退休 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两个刚刚讲 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庆宜那我跟你讲 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编剧一集多少钱 那我先讲连续剧好了 连续 可能有到百万千万都有 他是八万人民币 四十几 八四三十 八万人民币 然后四十三百二 两千万了 这不贵 这不贵 这网路的吗 没有 十几 我们十拿的 你一集 你是说不是一集制作费 是你一集 他的编剧费 编剧费 还有一个剧本费 哇 一百六港币 剧本费哦 这样谁要退休啊 这么多钱可以赚 不是 老师 我决定了 我很多的旅游经验 我也会写 我们来合作写剧本 我们去进阶好不好 你刚刚转型没有这一项 我可以转型 改叠抱歉 我跟你讲 我的场景绝对是我经历过的 对对 所以人要不要退休 你要保持一个青春的状态 那我爸爸跟我说 一个头脑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自己的生活 都是属于你的 是的 他还跟我讲了一句话 头脑的东西别人拿不走 健康好 什么事都能做 那生活你要自己过 不是父母亲或者你的小孩帮你过 没错